很高興和大家一起 名謠歸比主,能夠有實體崇拜 實際非常美好,是嗎? 非常美好 開始之前,我講一講 這本書是我所寫的《輕鬆得勝》 我上次已經拿過來了 可能有些人已經有了 這本書是幫你建立與神相愛的關係 如何深信與神相交是不難的 是容易的 如何處理生命的負面思想、負面情緒 被人影響、人際關係、婚姻問題 也有說到的 然後如何發揮生命 希望大家都去 待會你結束之後,你可以問我 或者問我太太,如何得到這本書 《名謠歸比主》 我們今天的訊息 就是講到如何在這個末後的世代 為主作美好見證 我們現在活在末後的世代 有很多跡象顯示 讓我們知道 我們很接近末後的日子 不要以為還有很長的時間 這是一個末後的世代 不發的隱意已經發動了 聖經講到在《貼少尼加》後書第二章講到 一個犯罪的隱藏力量已經發動了 而世上的人是越來越邪惡的 這件事是不斷發生的 在《貼少尼加》後書二章七到八節 我們可以讀一下 因為那不發的隱意已經發動 第八節 那時者不發的人必顯露出來 主耶穌要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耶穌會親自當他回來的時候 廢掉敵基督 而在敵基督出現之前 就會有一個不法的隱移 而當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這個犯罪的力量會越來越強 我們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已經看到很多這些犯罪的力量 大家看這些圖片 看到很多欺騙 很多殺人 很多仇恨 在家裡有很多仇恨 人口販賣在右邊 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被捉去做妓女 甚至有些是割了他的內臟 拿給一些人 有不同的欺騙方法 下面就是家庭問題 電腦的黑客 很多去侵犯人的電腦 以及黑暗的政治 政治很多都是為了人 有很多的私心 而在政治裡面達到他的目的 而世人亦被很多問題捆綁著 很多人手機忍 情緒化 情緒化有很多原因 一個就是社會的風氣 也有些人經常上了忍 玩手機上了忍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差不多 全部都會上癮 不過有強有弱 上癮的時候 他經常依賴一樣 他的情緒管理也不好 另外就是這個環境的污染 是極度極度嚴重的 食物很多方面 其實我這裏順帶說一說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因為我很多時候 都上網看不同的資料 就是講到什麼呢 在海水原來有很多塑膠 那些膠袋 有很多國家 把膠袋丟在海裡 你就不是看到膠袋 那些膠袋會碎 變成很細的微粒 那些魚也吃了 那些鳥也吃了 那些鳥也吃了 有很多鳥的肚子 劏開的時候 裡面是膠袋 膠袋 或者是膠粒 也有很多瓊魚 和海豚走上岸死了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新聞 劏開他的肚子 有很多塑膠 有些人都沒辦法消化 所以他們就死了 這件事 其實我們的人身體 每個都有塑膠 因為我們吃的東西 都會含有塑膠的成分 這些 加上很多化學物 很多食物 都會注射抗生素 注射抗生素 讓它能生得快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有疾病 我們都受了很多抗生素的影響 影響整個人的荷爾蒙 很多方面 所以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的情緒 隨時也會爆發疫情 一方面就是罪的影響 另一方面 只是這個世界 在這二、三十年 是會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主耶穌回來的時間 有很可能 真的在我們這個世代 那二、三十年有什麼特別呢? 全世界的珊瑚 會差不多全部消滅 我也看過那些影片說到什麼呢? 就是幾個月的時間 那些珊瑚都死了 為什麼呢? 因為水溫升高 以及因為污染 以及很多魚被捕了 在這個海裡 捕魚的方法 有一個最破壞性的 叫做拖網 這個網 有一個大船 不是普通的漁船仔 是一些大的機動的船 很巨型的 拖網在拖的時候 把所有海底的植物全部破壞 而這些植物 對於我們的世界非常重要 為什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氧氣 除了我們的森林 有很大部分是海那裡產生出來的 即是海吸收很多二氧化碳 然後釋放那些氧氣出來 讓我們的空氣能夠有足夠的氧氣 但是當這些拖網破壞 以及殺死很多的魚 很多魚其實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鯨魚 因為牠吃了很多植物 這些植物在空氣吸收的二氧化碳 這些鯨魚就吸收了很多二氧化碳 即是吸收了植物 於是他們就會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減少 但是現在的鯨魚是有很多被人暴殺 還有他們吃了很多膠袋 因為牠不斷吞水 一直吞水的時候 就算是北極的水 都一樣有塑膠在裡面 一直吞的時候 牠的身體就越來越多問題 隨時也有很多的 譬如蝙蝠 因為牠是有益的 但是牠吃了很多蚊蟲 那些蚊蟲 每晚有蝙蝠是吃很多隻蚊蟲 但是蚊蟲 當牠有疾病的時候 就在蝙蝠裡面 而這些蝙蝠就是有這樣的病毒 這些病毒傳給一些動物 而人們去吃的時候 後果就是可以有疫情 今次的疫情已經有兩年了 還好像差不多兩年了 還未到兩年了 好像很多地方都還未曾清晰到 到底將來再有疫情的時候會怎樣 這是聖經所說的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在末後的日子 基督徒和世人的反應應該是不同的 基督徒應該說 我們應該怎樣榮耀神 怎樣多救人 而不是說死了死了死了 世人就說我死了死了怎麼辦 另外下面就說到很多問題 就是家庭問題、經濟壓力 以及全球都是在鬥爭之中的 現在在這個情況 你和一家人吃飯 有很可能 這些火在他右邊三個人那裡 左邊相信耶穌 這個圖就是代表的 你可能一起吃飯的人都去地獄 那你會不會關心他們 因為你說 全國他們都不相信 那我就放棄了 還有很多你認識的人 有一天他去到審判的時候 他說原來你上到天堂 你信耶穌 為何你不告訴我呢 我希望大家真的知道 我們真是世上沒有耶穌 沒有跟從耶穌 不只是信過耶穌一次 是跟從耶穌的人 信了而跟從的 才能夠去到天堂 而地獄那裡 蟲是不死 火是不滅 是很淒涼的 真的是 永遠被折磨 是沒有出路 所以 你任何一個親人 你 首先就是我們的生命 充滿愛 關心接立 就會影響人 還有有聖靈的同在 多祈禱 你有聖靈的能力 你為人祈禱 便能好得得 醫治、改變 你不要以為你不行 因為耶穌說信的人 便有神跡除了他們 就是奉案名趕鬼 以及守暗病人 病人就變好了 所以神給了我們這個權兵 你會不會見死不救 他們真是落地獄 右手右上角的圖 真的有些人 看到別人 很危險 但他們會不救 還在拍照 也有些影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有人被車輪過 還沒死過 那些人走過當沒事 然後其他車輪過 直到地上的人死了 有好幾條影片 在網上 有些人真的有這個情況 聖經講到 在末後日子 《路加亞》一章十節說到 民要攻打民國 要攻打國 其實現在很多戰爭 有時有些是外面的戰爭 有些是裡面的戰爭 例如網絡的戰爭 新聞的戰爭 不同的方法的爭執 假消息的戰爭 亦都現在時時都在醞釀打仗 以及地要大大震動 很多地方有飢荒瘟疫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嘗試 第一個比較長時間的瘟疫 如果再繼續下去的時候 根本政府已經沒有能力處理 那時候 我們依靠耶穌 你不要以為死了 而是我們依靠耶穌 耶穌一定會保守 愛祂的子民得到保守 就不是說 哎呀死了死了 有些人就說 我快點移民吧 移民解決不了 其實很多地方 因為我自己在外國很多年 我見到那裡的人 那些小孩子長大是怎樣呢 很快就學到喝酒、吸毒 任性的性生活 很多很多的問題 你不知誰是愛知 其實那些人是很任性的 有些人以為 移民去一個地方會好些 其實世上沒有一個地方是好的 只有天上 我們地上 只是想著我們怎樣去榮耀神 然後說到在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會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跡在天上顯現 然後說到這些一切的事之先 這些末期的災難之先 人要下手拿著你們 逼迫你們 將你交給會堂 並一收在監裏 又是我的名 拉你到君王諸侯面前 這個經文說什麼呢 是先有逼迫 然後才有 有飢荒、瘟疫 這些可怕的異象 你說現在也有瘟疫 但這還未算是最嚴重的瘟疫 仍然是受控制 某程度受控制 但到將來是會有瘟疫 是受不了控制 但那些事先 基督徒會受迫白 有些基督徒第一反應 眼前最重要是否認耶穌 否認耶穌 現在是受受印記 聖先講到受受印記 永遠不能夠得救 是去到硫磺的火湖 所以千萬不要受受受印記 這個受印記的特色是甚麼 是要拜這個受 受受的印記 有些人說 打防疫針是受受印記 這是沒有根據的 是真的沒有根據的 是因為受印記很清楚說到 是要拜這個受 打防疫針是沒有這個 但有些人經常傳一些陰謀論 總是告訴別人有些陰謀 我鼓勵大家分析了解 你也可以問你的傳道 你也可以和我詢問 如果有些問題 在這方面 你傳道可以和我了解 因為我自己研究很多 很多方面 我都研究 除了聖經之外 世界發生的事 我都去了解 即是在這些瘟疫 這些妖亂 世界末日最大的災難 發生之前 首先有一個大的迫白 而基督徒很重要就是我們站得穩 我們首先信仰穩定 並且盡量拯救更多人 尤其在現在還有機會的時候 下面有下角的圖 是說到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國家 現在是有很多迫白的 越深紅色那些就越大的迫白 平均是有九個基督徒 有一個是受迫白的 我們現在有自由 這個是一個恩典來的 大家看到這個圖 就是每九個基督徒 就有一個受迫白的 好了 而受迫白的時候 聖經給我們真理就是 神一定陪伴每一個愛祂 和傳扬祂的人 你會傳扬祂 有些人以為 我自己搞定自己 其實聖經說 你要去使邁民葬我的門徒 逢父子聖靈的名 給偷門施死 凡我所吩咐的 你都教訓偷門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都沒了 是常與什麼人同在呢 聽祂說 去傳扬福音的人 神就祝福你 就算我們需要死 我們都不懼怕 當然有智慧 耶穌說 靈巧像蛇 純良像甲子 我們分辨 什麼是最有效的傳扬福音 最後傳扬福音是什麼呢 有些人你傳的時候 他傳極都是深眼的 那你也有些人去傳 他們是有反應的 你就放更多時間 在那些有反應的人身上 那些願意跟從主的 你就更多鼓勵他們 一起建立一個熟靈的家庭 一起多些祈禱 多些一起集體去傳福音 一起祷告更有神的能力 我希望這個教會也會有一群人 更愛主 一起祷告 然後一起傳福音 然後有美好的見證 可以分享給別人 耶穌說了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都沒了 所以走神的路 不用怕 有很多人為了整天保護自己 經常都很擔心 但是越擔心就越慘 越信靠神 你就越得福 而基督徒在末世的見證是非常重要 就算在受大迫白的時候 大災難的時候 弟兄聖降魔鬼是什麼呢?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他們需至於死也不愛惜生命 就是我們什麼方法得勝呢? 就是羔羊的血 耶穌的補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保護我們祝福我們 並且我們所見證的道 我們總是見證耶穌 見證耶穌兩方面 一個是生命的見證 另一個是口說的見證 生命的見證就是 我們有愛心、有信心 不會因為人而發怒 他有問題 是他的問題 世人都犯了罪 人懂總是有罪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因為人的罪而介意 有人罵你、傷害你 因為他是罪人 所以他總是這樣 我們就不需要介意 而我們就從神得力 從神有平安喜樂 而不受他影響 那我們就有一個好的見證 然後我們講福音的時候 神就會祝福我們所說的 因為我們如果生命有好的見證的時候 人們看到我們好的生命 就會聽我們所說的說話 而我們也分辨 有些人 不是代表你天天跟他說就好一點 他會厭煩 我們在適當的時候 當他有什麼問題 在那個問題裡面說到 耶穌可以怎樣幫你 他有病的時候 說耶穌可以怎樣幫你 所以我們需要多些操練為人祈禱 讓我們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然後我們為人祈禱的時候 就有這個經驗了 你在網上找Youtube 找葉穆斯 你會看到我很多的影片 講到怎樣 和神有相愛的關係 處理生命 以及為人祈禱 有很多不同的方面的經歷 所以我的經驗很豐富 有些人有什麼問題 我都差不多見過 都曾經為這些人祈禱 大家如果有更多經驗 你就可以給神更多的使用 而每個人都可以建立 大家也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怎樣呢 將你的見證 首先你個人的見證 放在網上 你們的弟兄一定會幫到你的 他的電腦很懂 教你怎樣 你開一個YouTube戶口 一個Facebook戶口 有些什麼見證 放在網上 你煮什麼菜好吃 你又放在網上 順便又說說耶穌 你家裡養的狗多有趣 貓多有趣 有些什麼有趣 很多人喜歡看狗貓 那你又拍一下牠 拍一下牠 拍一下牠 又說說耶穌創造的動物 都很有趣 而天堂更加好 我們可以由任何的事物 去講道耶穌 是很好的 而且大家住在這個鄉村的地方 很多城市人看不到鄉村的東西 你拍了 放在網上 我種了一棵番茄 那棵什麼什麼 那棵花 拍了給大家看看 今天多一點 大一點 有些人很喜歡看這些東西 然後你又說說耶穌 凡事祝福 這是一個傳呼聲很好的方法 所以我鼓勵大家可以做一個workshop 一個方法 幫牠們怎樣開自己的 Facebook 或者YouTube 戶口 你不要以為自己 不行 什麼人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學到的 好了 我們如何見證神的尾線 和傳福音 首先一定和神有相愛關係 因為神改變我們 我們才有力量 傳福音不是一種 只是用頭腦的工作 是一定是和神的關係 才能夠有力量 才能有平安、喜樂 然後隨時愛人 而愛人一樣很重要 就是感受人的感受 就是你的家人 你周圍的鄰居 他有什麼不開心、煩惱、重擔 你都感受 他的家庭有很多問題 你都關心 你求神給你智慧聰明 如何去回應他的感受 回應他的困難 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到人 我們就去幫人 有機會安慰人 我們就安慰人 安慰人的時候 記得不要哭 這個不是安慰 而是說 我知道你辛苦 就是你感受他的辛苦 我知道你困難 我知道家庭的小朋友 是很難搞的 有些很難 教導小朋友是不容易的 你也是很努力的 就是欣賞他的努力 也都感受他的痛苦 他就會更加覺得 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因為這個世界上 很難找好朋友 很難找一個真心的 如果我們真心幫人 你會有很多朋友 現在跟你關係很好 有時候不一定數目很多 但總會有一些人 對你有很高的信任 有時候這些人 可以是你買菜 那時候見到一個人 我試過買東西 就帶了一個人信耶穌 即是不同的情況 我們接觸人 我什麼情況 我都跟人傳呼聲 無論得事不得事 我都希望大家 即是我的打球友 我買現收的人 我偶然接觸的人 車站的人 我們的保安 我都跟他們傳呼聲 見到人需要的時候 就幫了 有人搬東西拿東西 就幫他忙 當然你先問他 他以為你搶東西 有人問他 你需要我幫你嗎 就是這樣 而且學習為人按手祈禱 這項目需要在教會上操練 聖經說了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聖經答應了 聖經說了很多例子 就是摩西曾經按手在約斯亞頭上 他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然後保羅和提摩泰說 他說 求神挑望你這個火 就是從前直我按手 所給你的恩賜 重申如火挑旺 如火挑旺 很多人都聽過這個經文 但沒有想到 我直著按手 所給你的恩賜 如火挑旺 即是直著按手 神可以祝福別人 神喜悅 我們傳呼聲說 跟建立人的靈命 即使有人不信 譬如這個人 在街上 傳呼聲很出名 神喜悅 就算他不信 因為傳呼聲一定有很多人不信 很多人就灰心 但你記住 當將來上天堂的時候 神就說 這個人你傳呼聲 他不信 他說 我的兒女和你傳呼聲 你不信 但我的兒女 我喜悅他 即是我們傳呼聲 神就喜悅 所以我們每次傳呼聲 我們就說神很歡喜 就算他不信 當然我希望他信 但他不信 也好 我的心仍然歡喜 耶穌歡喜 因為傳呼聲 失敗是會不舒服的 我們就告訴你 我不是失敗 我是成功 因為我有傳道 我傳了就是成功了 他信不信 是他的責任 但我會繼續 以我的生命去影響他 神給我這個經歷聖靈報道法 是一個我用了很多很多次的報道法 我待會也會請兩個人出來示範 為他去祈禱 去示範這個方法 還有 待會我們崇拜完了之後 我就想所有願 希望個個都留下 願意去操練 為人按手祈禱 操練 嘗試看看神是否使用你 如果你越是多祈禱 神會使用你的 我自己 曾經很多次去訓練人 那些人 有些從來未試過為人按手祈禱 然後我們帶他們一起去愛慕神 祈禱好之後 接著他們互相按手 他們發覺 有很多人是會經歷到 神帶給他們平安 興省 心情興省了 有安慰 有感動 有愛或者能力 在他身上 這真是神賜給人 首先 神是可以經歷的 怎樣可以經歷呢 可以經歷神的平安 耶穌說我將平安留給你 以及興省 勞苦丹重担 可以得到安息 可以有愛 聖靈將神的愛 囂灌在人的心裏 當人有這些經歷 我們就告訴你 耶穌說了 神會賜平安 神會叫勞苦丹重担的人 得到安息 神會將他的愛 囂灌在你的心裏 還有醫好傷心的人 神可以醫好傷心的人 還有可以趕鬼 治病 奉耶穌命趕鬼 你都手腕病人 病人就必好 還有有喜樂 有開心的 首先你自己多些興省 多親近神 你就更加容易有喜樂 還有身體肉身 安然居住 身體都會舒服 還有睡得更加好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還有有能力 很多人會經歷神的能力 我自從1998年 我經歷聖靈的充滿 我很多時間祈禱 後來我就經歷喜樂 我隨時祈禱 一想到耶穌就有喜樂 一想到耶穌就有能力 這就是我們可以學習 多親近神 是越來越被聖靈充滿的 好了 那怎樣用這個方法 首先交談 跟他建立關係 回應他的感受 不是告訴他 不要哭 而是告訴他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的心很不開心 你有很大的淡子 你有煩惱 你可以多說一些給我聽 你覺得怎樣 這些就會引導他去明白 亦都說 我都感受到你的感受 我都因為你不開心 我都心裏都有傷心 那麼他就會覺得 你感受他的感受 這是第一 第二 有些人 我們需要解釋給他們 神是真的 聖經有很多預言 神可以經歷 還有有些科學家 證明人死了 不是預言 那些靈魂出來 他看到 誰人進入房子 誰人說什麼 後來他救了 他能說出一些情境 證明人死了 不是如灯滅 有些人上天堂 有些人下地獄 這些在網上 有很多影片 如果你想收到這些 你可以傳給我 我的電話號碼 在網上有很多 看到的 你找到Youtube月牧師 或者是Facebook葉牧 葉牧師的牧 葉牧 你就會看到我的電話 你傳給我 我可以傳這些影片給你 我在我的Youtube 亦都有這些影片 大家知道 原來這些可以用來傳呼音 這些影片 如果你想收到我 一閘下的影片 我可以傳給你的傳道 你誰想要 他可以傳給你 就可以用來傳呼音 或者建立人的靈命 有時需要 就要解釋給別人聽 這個神是真的 不是心理作用 因為很多人拜慣假神 他以為你喜歡拜這個 我喜歡拜第二個 他以為拜誰可以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那些是人 死了的人 中國人最喜歡拜死人 死了的人 他就去拜 覺得死了 連關德興 做王飛鴻那個 也有廟拜他的像 他是人 他有什麼地方顯示他是神 他們心目中死了就可以了 如果死了的人 每個人都可以 好了 接著分享 分享這個人 他的痛苦 我們類似的經歷 或者我為人祈禱 有類似的經歷 而得到幫助 然後下面 邀請他祈禱 你想不想得到神的安慰 和力量幫助你 這個時候 你想不想 也可以解釋給他 可以按手祈禱 如果他願意 你就告訴他 你放下那些重担 一直想著耶穌 耶穌在愛你 耶穌是很喜歡親近我們 你一找耶穌 耶穌立即祝福你 你放開懷抱 耶穌我需要你 求你幫助我 你呼求耶穌 你的心裡面跟著我 你帶著祈禱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些這樣的祈禱 神給我四種祈禱 會幫助大家 和神建立關係 第一 恩典的祈禱 宣告神很愛我們 神關心我們 神祝福我們 神陪伴我們 所有聖經說的 神做的事 第二 敬拜 感謝神 多謝天父 贊慰天父 第三 互動的祈禱 如何互動呢 將這兩個合併 一二 我一祈禱 神就喜歡 是真的喜歡 你真心祈禱 神就喜歡 神就祝福 那你說 我求了很久 想生個兒子 都未生到 有時候你想求的 未必神想給你 那樣 神給你那樣 才是最好 有些人想結婚 很久都結不了婚 那就是神不愛我 不是的 不是一定要結婚的 有很多基督徒都不能結婚 不代表你是更慘 而是 總之 神會將最好的給你 你聽話 你愛神 先求神的國 和祂這一切都給你 我們自己學習到 多些親近神 隨時祈禱都會經歷到神 然後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留意祂有沒有經歷 其中一件經歷 很多人有 就是身體搖動 大家敬拜 可能都會留意自己的身體搖動 這個不是站不穩的 聖經有記載 一看 在啟示錄一章十七節 他見到榮耀耶穌立即 中文聖經翻譯 其實原文是跌倒 沒有說到跌倒 跌倒 跌就是向前 不一定向前的 可以向後 向直落都可以 然後蘇羅見到榮耀耶穌 聖經說跌倒 其實是跌倒 兩個字都是跌倒 他也是跌倒在地上 冰釘要捉了耶穌 耶穌說我是的時候 他們也都退後跌倒在地上 強烈的就會跌 未那麼強烈就會搖動 有很多人敬拜的時候就會搖動 你越投入 你發覺的力量越大 你身體自己會搖動 是聖靈的力量 不是站不穩 當我一想耶穌 多謝天父 我立即發覺有力量推我的 在裡面運行 就是神的靈運行 有些人說我怎麼知道 是聖靈還是邪靈 很明顯的 憑著果子 你知道是什麼 當你親近神 你越愛神 越悔改 越想關心人 越有愛心 這一定是聖靈的果子 不會是邪靈產生的 好了 這個人越感受到 他就越經歷到聖靈 越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我曾經有一次 有一個人 我是三不識七的 因為有人 邀請我 其實不是邀請我 我自戰 因為他說有一個人 他有一個教友 邀請 其實不是真的信了耶穌的教友 總之是參加教會 就請了個偶像回家 結果他就有邪靈搞妖 他就想找馬國棟去趕邪靈 我說你找馬國棟 不知道找到什麼時候 我今天和你去吧 那我立刻和他去的時候 最初醫生說 你明天要進入精神病院 因為他失控 在醫生來說 他們不相信有邪靈 他只是說他神經失常 我和他祈禱 祈禱 祈禱 他就正常回家 醫生說你可以回家 即是很大的改變 而他同時有幾個朋友 其中一個 我就為他祈禱 他一祈禱 他就搖動 其實有幾個朋友在一起 我個個為他祈禱 其中一個 他搖得很厲害 我說 聖靈的能力在身上 你投入一點 他一投入 他開始怎樣 很大聲地笑 在醫院的大堂 樓上的大堂 很開心地笑 笑了五分鐘 很久 然後他大哭 哭了很久 哭完又笑過 後來他告訴我 因為他從小到大很多傷害 在那時候 那些傷害走出來 他又經歷起落 後來這個人 就參加我的教會 後來他就讀這些訓練學院 然後他做了宣教士 這個人 我試過去探望一個教友 因為那時候教會 很多人都經歷聖靈 很多人都得醫治 他就說 麻煩你探望我媽媽 他媽媽已經很老了 他有四種病 是醫生說不醫的了 只是維持生命而已 心臟病、中風、糖尿病都很血壓 而他致命是甚麼呢 就是神衰竭 醫生說他太嚴重了 不用神了 因為他不會痊癒了 那女兒就很關心 那我就叫我去跟他祈禱 我去跟他祈禱 我去問他 祈禱的時候 你有甚麼經歷或感受 這就是我很多時候問人的 他就說 很舒服 我說那你想不信耶穌 他說不行 因為我拜了觀音很多年 我不可以信耶穌 那我也繼續探望他 他每次都是這樣 我每次問他 他都是經歷 每次他都是不信耶穌 不過他的家人 我每個都跟他祈禱 我通常是這樣的 我習慣 我去到一個人家 他每個都問他想不想為他祈禱 我每個都為他祈禱 算他願意 他家裡很多人 我帶他去信耶穌 但這個婆婆就沒有信耶穌 後來我忙就沒有去 過了半年之後 忽然間 他的女兒傳訊息給我 麻煩你去探望我的媽媽 她今天找你 我問他有甚麼事 他說 他忽然間說 為何今天葉穌斯沒有來 其實我已經沒有來半年 他忽然間說 為何葉穌斯今天沒有來 好像神感動 他忽然間會想起我 而他失憶 他不記得我多久之前來過 他就好像前幾天都來過 所以說為何今天沒有來 我女兒說為何你要去找他 他說他和我祈禱都很舒服 我立即去 和祈禱我問他 你覺得怎樣 很舒服 我說 觀音有沒有這樣幫你 他說沒有 因為神衰竭很辛苦 好像毅咬全身不舒服 我說觀音有沒有幫你 沒有 佛有沒有幫你 也沒有 耶穌又幫你 那你信真的也信假的 我信真的 他真的馬上信耶穌 馬上洗禮 以及馬上拆偶像 真是很大的改變 接著還有一件奇妙的事 有一晚 他半夜忽然開眼 他的女兒和他在一起 他看著天花板 從一邊看另一邊看一邊笑 他女兒很驚訝 因為他大半年都沒有笑過 因為他經常都痛 是沒有笑過 但是那一陣子他一邊笑 一邊看著天花板 他的女兒就覺得 天花板有什麼好笑呢 他當然看到耶穌看到的儀仗 或者天堂 或者耶穌 或者天使是哪一樣 不知道 他女兒覺得很安慰 他全家都很安慰 並且醫生說他一定很痛苦 臨死 因為那些神衰竭的尿毒很辛苦 但是在過程中 他說他的媽媽是沒有辛苦的 並且他的媽媽跟他的兒子說 你們要信耶穌 耶穌很好 很真的 這是我其中一個 用經歷聖靈報道法 而帶他和他全家很多信主 並且他的女兒 也會後來參加神學院 神真的可以使用我們 我們只要多祈禱 也要問人 你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 我相信 我們當中有些人為人祈禱 他很感動 不過有時候你沒有問他 你不能問他 哭 你可以問他 你祈禱有什麼經歷 有什麼感受 他說有的時候 你就用聖經告訴他 聖經說了 他會安慰傷心的人 安慰悲哀的人 醫好傷心的人 就是告訴他聖經有講到的 好了 詢問經歷 奇言託之後你問他 請你黏著眼 請問你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經歷 或者感受 為什麼用經歷呢 因為聖經說到 經歷可以叫人信主 因為感受 大家有沒有聽過 熟靈四定律 這個傳呼吸方法 熟靈四定律 他很清楚說到 不要靠感覺而信耶穌 而是事實 經歷是事實 好像保羅 他看到耶穌 他這個經歷 彼得叫徐子起床 就有很多人信主了 這些都是經歷叫人信主 所以人可以經歷到 神的工作 經歷到平安 整個人都鬆了 整個人很舒服 我試過有些人 跟他失眠 跟他研討 他說什麼 他說我很晚睡 你自己關門 我現在要睡覺 立刻睡覺 我也去醫院 有人跟我說 他這個病人 有兩天睡不到 我跟他研討 他立刻睡覺 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也有人說 十幾年都失眠 但是一研討 立刻好 神是有很多工作 你問他有什麼經歷和感受 他說有的時候 譬如 有 你告訴聖經講到這些經文 你怎麼可以平安 興省舒服 如果他說沒有 你就可以問他 你的心靈和身體 有沒有什麼經歷和感受 如果他說沒有 不要緊 你多些祈禱 你會越來越經歷到神 如果他有經歷 或者他沒有經歷 你也可以問他 你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想的時候 你就解釋這個救恩 因為神很愛世人 但神和人中間有一樣的隔開 就是罪 那罪會難阻我們 我們有生氣的人 說謊 得罪人 貪錢 做一些不誠實的事情 黑暗的事情 不見得光的事情 耶穌看見是很不喜歡的 我們一定要需要耶穌的救恩 耶穌為我們釘十字架 流出補血 代屬我們的罪 付出罪的代價 你信教耶穌 耶穌就可以祝福你 祝福你整個生命 你跟從耶穌 愛耶穌 神就為你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你想要信耶穌 他信任的時候 你就帶他信耶穌 然後教他如何以後 討告、親近神、尊重神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就以為 他信了就行了 我也有教友問他 我說你家裡兩個兒子 他們信不信耶穌 他們洗禮 現在信不信耶穌 不知道 洗禮不代表他以後真的信耶穌 我去探望他們兩個兒子 為他們兩個祈禱 其中一個立刻開始回教會 他現在做了宣教士 去日本的宣教士 不要以為他信了耶穌 洗禮就叫做信耶穌 信耶穌是跟耶穌有關係的 接待他 跟從耶穌 尚在耶穌裡面 耶穌才尚在他裡面 沒有遵從神的 他是好像這個 在馬太七章21到23節那裡講到 凡稱呼我主下主的人 都不能都盡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進去 所以信耶穌一定是跟從耶穌 教他如何跟從耶穌 讀聖經回聚會 也跟進他幫助他 這就是我們如何幫助他以後跟從神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